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扑加图四壁 也胡思乱详 咱们今天来聊聊最近发生的事吧 倒卖尸体 这事啊 我不太清楚啊 我其实也没有兴趣把它弄得太明白 就算弄明白了 我也懒得讲 谁知道哪句话我说的这个不最近了 那么我呢 就是找到了一些什么关于尸体交易 哎 这个历史 咱们今天呢 就来聊聊这个吧 是吧 就是关于尸体交易啊 中国国内还是比较少见的 或者说是能拿出来被史籍记载的比较少啊 今天那个有这么多说偷尸体拿去配明昏的 我觉得古代比这个更丰险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子女必须有婚配 子女必须得有后 这今天恨不得多少年轻人都有这思想呢 古代这种事能少了吗 不能少啊 那么为什么说古代这些事没有被记载呢 我觉得因为啊 很大程度上可能古代史书记载都是什么 财子家人 王侯酱酱 那李鸿章女儿的坟 你敢偷吗 你别说不敢偷 可能盗墓贼都不小心针头了 一看我的天哪 是他的粉 我估计都得到时候偷偷摸摸的 我得把这个尸体给放回去 那敢择罪他 你还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聊聊西方世界了 倒卖尸体的历史啊 从这个中世纪开始啊 欧洲人就一直相信一个药方 什么呢 把涂满药膏的木乃伊碾碎之后 做成药 吃了 可以治小到头疼 大到黑死病的任何疾病 包之百病 包之百病啊 有这个想法大概就是说 木乃伊的做法啊 看上去就有就是说能当药用的感觉 他的身上 埃及那些木乃伊 他身上除了会绑一层绷带以外 还得上头涂一层药膏 这个药膏是一个来自死海的天然利青 吃这个据说是能治病 那就吃吧 犹豫个啥呀 听说这个欧洲那些商人 听说这木乃伊山有利青 感觉就发现上击了 赶紧低价从阿拉伯人手里边买进来 然后运回到欧洲 那么通过各种渠道大肆宣传这木乃伊的神效 说他们历经千年 已经吸天地之灵气 即日月之精华 不仅可以去除百病 还能滋阴补养 强身健体 有病治病 没病健身 那因为欧洲人吃他 吃的太邪乎 所以销量急剧减少 价格跟着水涨升高 有不少人就相中了他的高额利润 在那个年代 他没有什么市场监督管理局 也没有什么物价局 这些都没有 什么工商卫生所都没有 这就有人就钻这个空子 有了新想法 就反正这东西最后不都是要磨成粉吗 那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不难一样 一开始那就是人们就往里加点骨头粉 后来就他们做假的木乃伊 做那些艳品 就找到路边的那些乞丐啊 流浪汉的那些尸体 五脏六鼠下水掏出来 开膛破肚啊 一些风干 然后风干完以后 就是那玩意反正看着就别别瞎瞎的 这也像个老物件啊 然后可能还要往里加点什么牲畜的骨头 往里增加重量啊 反正就看着挺像的 那么就是这些山寨假货的木乃伊 进入市场 这木乃伊进入市场之后啊 就让过去吃惯了正宗老木乃伊的那些欧洲 老贵族啊 那些老钱 那些 old money 他们觉得不对啊 然后呢 就开始自行写书 总结其中的经验 讨论方法 说什么呢 说吃起来有嚼劲啊 说吃起来这口感像是牛肉干的 这 肯定是假木乃伊 那这木乃伊啊 因为它都泡了几千年了 而且死的时候是那种香料腌制 早就腌入味了 所以闻起来都是清香的 但是那牛肉干为什么说是假的呢 因为牛肉干它再怎么干 它身上是没有水分的啊 那吃起来这个 就是就是木乃伊身上是没有水分的 但牛肉干最后啊 它还是多少有点水分 所以这个不行啊 真的木乃伊那口感呢 就得吃的跟木头一样 而且呢是吃起来得有点苦味啊 闻着香吃着苦啊 臭豆腐反过来了 所以就是满足这几点 它才是真的啊 要不然它就是假的啊 那后来呢 随着医学的发展 人们就后来逐渐就认识到了 这木乃伊的神奇功效啊 好像不太靠谱 对它产生了怀疑 人们呢 看这些木乃伊无处可去啊 就给它做成了颜料 拿来做画 因为它抗腐蚀 它的颜色也比较有对比性 所以它非常受到那些画家的欣赏 你看那世界名画 自由引导人民 这个就是 它里边用的那个棕色呀 就是木乃伊磨碎了调出来的棕色 叫木乃伊棕 当时一般的画家就用这一般木乃伊 然后高端画家用宫廷的木乃伊 顶级画家用法老的木乃伊 差不多那个时候就是埃及的地榜谷就把所有的木乃伊都翻空了 这也就是那图丹卡蒙 他发现了晚 要不然他也活不下来 后来在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 埃及人在修铁路的时候 又挖掘到了大量的木乃伊 这些木乃伊在市场上 因为销量一下就上来了嘛 大街小巷随数都是这木乃伊 那价格就低了 然后呢 因为它就干的像木头一样嘛 所以埃及人拿它当燃料 蒸汽机车烧的不是煤 烧的是木乃伊 这些木乃伊带领埃及的晚辈 走向了什么工业革命新时代 那么欧洲啊 在不拿这些木乃伊当药用了以后 其他尸体也为这医学做出了贡献 就是14世纪之前 因为说 可能是因为你这个行为是对上帝不敬 所以呢 那时候欧洲啊 就是解剖尸体 是被教会严令制止的 因为当时 这也让当时的那些什么医生 他没法去弄清人体的真正构造 以至于得到什么 人的血管 浅于肝 什么心脏有两个心事 下额有两个骨头 就是这种奇思妙想的结论 就是医生完全是自己瞎琢磨出来的 那后来就是不给解剖 那你看看总行吧 那么 这个什么一些解剖学家 他们就会 每天就是听说啊 附近哪有雏形的啊 有那个什么斩首的这些消息 然后他就早早的赶到刑场的第一排 借着柜子手的大鼓 就异度人体的内部机构啊 那当然了 看满足不了这些求知者的好奇心 也无法满足那些学生去做手术的客观要求 因此呢 到墓地里边去偷尸体就成了他们的选择 比较有名的盗尸贼 达芬奇 他灵魂化首啊 而且他是近代解剖学的祖师爷 多少次到医院呢 到公墓里边去偷尸体 那他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在解剖了30多具尸体之后 他是摸清了人的内部构造 然后提出了血液循环论 那个时候啊 公墓的尸体多 因为欧洲闹黑死病嘛 最不缺的就是死人 不过他这么接触尸体 这么接触那些死人 最后还不得黑死病 只能说这达芬奇老爷子啊 命也是真大 那这个学者呀 盗墓偷尸的情况 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那到了19世纪 英国人看不下去了 他们率先颁布了解剖法 就允许医生去领走医院里 停尸房啊 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 但是还是不够 所以呢 一些个尸体的伤害 就是描上了殖民地印度啊 到印度去偷尸体 再把那些尸体运到英国 19世纪的时候啊 咱能从很多小说里边 看这些买卖尸体的故事 你看那个汤姆索亚历史记 就这么一段嘛 鲁宾逊医生是一大夫 然后他需要 这个尸体啊 进行解剖研究 就布俩人去墓地里去偷尸体 然后中间这三个人 就发生了口角嘛 在打架 然后鲁宾逊医生就被打死了 这一幕就被那个汤姆索亚历给看见了 是有有这一段故事 另外还有什么果格里那小说 死魂灵 他也是讲的是一个商人 靠买卖死农奴的尸体来赚钱 后来就连那个林肯总统 他的尸体也在1876年被偷过 一个酒吧老板起了想法 但是他出师不力 他要找帮手 结果有个帮手 他是警察 当地警察的探子 警察密探 所以这事很快就东方事发了 然后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美国对于什么盗墓罪啊 才开始重视 开始变得严厉起来 行了吧 今天呢什么 关于这个买卖尸体的故事 就聊这么多吧 差不多 这也超过十分钟了 水一吸节目也够了 行了 就聊这些吧 再多的我就不懂了 我一点不懂了 所以我也没法聊了 那就祝各位身体健康 生活幸福 行吧